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分娱乐,现在开设 作为一档王牌音乐综艺 我们的歌二播出之后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度 第一季,朱玉在前,第二季被拿来做各种比较 从播出的两季节目来看 制作依旧延续到第一季的整体模式 歌手的选择,歌曲的编排以及剪辑制作诚意十足 没有刻意制造话题 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新老歌手的搭配和金曲改编之上 节目组也创新的交换到了召集人,谭永玲和李健 为节目带来更多的悬念和乐趣 但节目播出之后 收视和话题较第一季相比来说下滑明显 A组前辈歌手实力给力 但后辈歌手整体能力偏弱 人气上也很难与上一届的肖战周深等人相抗衡 这让很多人担心节目的走向 不过随着B组阵容的公布 又燃起了很多人对于我们的歌二的热情 10月25号晚 我们的歌二第三期节目正式上线 前辈歌手这边迎接了李文、孙楠、陈小春、常诗蕾 新生歌手这边起来了邓紫棋、王源、盖和郑云龙 八位歌手完成最后的配对 李文搭档邓紫棋、孙楠搭档、郑云龙 陈小春搭档盖、常诗类与搭档王源 每一组都是有自己的特色的 都是王炸组合 从整期节目来看 B组歌手整体表现惊喜连连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前辈歌手国民度更高 彼此放得开 与新生歌手互动欢乐多 合作火花十足 其次新生歌手流量和实力兼备 王源带动话题关注度 郑云龙摇滚炸裂全场 最后邓紫棋solo表现四类全场 他和李文的组合实力能打 让大家对接下来的比赛充满了期待 本期节目也获得了话题和收视的双赢 从酷云时时的收视数据显示 本场节目收视率在0.7%左右 超过同时段的 湖南卫视天天相上等节目 在卫视当中排名第一 而话题方面引发了全网的热议 王源可乐好听 邓紫棋李文合唱 郑云龙唱摇滚太炸了 等话题登上了搜 按照这样的节奏走下去的话 我们的歌儿依旧是具备爆款的牵制 惊喜一 前辈歌手国民度高 舞台更放得开 相对于A组的钟振涛 龙左儿张迅哲等几位前辈歌手 B组的四位歌手国民度更高一些 此前在内地综艺节目当中 露面的机会更多 观众的熟悉度也更好一些 邓小春歌影双漆 唱演合一 陈世情歌引发了万圈共鸣 算你狠 独家记忆等数十首经典歌曲 陪伴一代人长大 实力唱将孙楠 标志性的嗓音 直扣心怀 曾未不见不散 像物像风又像雨 永不明目等 124部影视剧演唱主题曲 六四问鼎 全球华语榜中榜最佳歌手 歌声也渗透进了 整整一代人的记忆当中 亚洲歌后李文 音乐界最受瞩目的女歌手之一 1999年曾经在 迈克尔觉训演唱会登台现唱 2001年 因为演唱《卧虎长龙》主题曲 成为了首位登上奥斯卡金像奖 颁奖典礼现唱的华人女歌手 被时代杂志评为华人之光 才华横溢的音乐玩家常世� 北京奥运会主题曲 我和你的作词之一 并首唱了音乐小样 常世磊是唱编写与制作于一体的 全能音乐人 拥有到寂静四座的唱功 在音乐制作领域获奖无数 四位前辈歌手来到舞台 就像是大型老友见面现场 车校车还带了礼物 李文作为其中的女歌手 很好地带动了整组的气氛 把几个前辈歌手联合在一起 前辈歌手和新生歌手 盲选配对环节的互动 也更加放得开了 化学反应更足 惊喜二 实力和流量兼备 王源 郑云龙带动热度 从前两期节目来看 A组的新生歌手的实力和流量 备受质疑 这中冯提莫的唱功 以及太一的参与感 都是引发讨论的 而B组的四位新生歌手 搭配很好揪 可以说实力和流量兼备了 第三期节目播出之后 王源和郑云龙就登上了热搜 化身麦抱员小刚的王源 登场再次使用了类似五都的梗 没有想到前辈歌手一秒识破 他是假钙 迷糊的弟弟可爱极了 王源带来了一首可乐 整个演唱细腻温柔 有浓浓的故事感 感染力和共情力十足 经过《我是唱作人》等节目的锤炼 王源唱功进步明显 低音很稳 高音也自如 唱出了不一样的味道的可乐 给人带来惊喜 而与前辈陈小春合作带来的红豆 王源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声音清澈温柔 婉转动听 有梗有实力的王源 是我们的歌二当中的一大收获 期待王源用歌声唱出滚烫的青春 音乐剧王子郑云龙改变风格 带来一首超硬核的摇滚 Rock you like a hard cannon 郑云龙惊艳开嗓 磁性嗓音配上了完美的高音 直接下场 摇滚和深情兼并 一袭红色西装 帅气难挡 《我是歌手》 盛人心等节目的优质 歌者实力果然不一般 郑云龙诠释了音乐剧演员身上的 无限可能 他的到来也提升了 我们的歌二的演唱水准 期待大龙再一次绽放舞台 此外 周延的表现同样是出彩的 歌声让前辈们直呼惊喜 纷纷笔心点赞 而周延也是心有所属 这一次直接是为了偶像陈小春而来 现在两个人合作带来惊喜 惊喜三 邓紫棋斯类全场 搭档李文实力太难打 作为B组的新生歌手造极人 邓紫棋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 在歌手当中一鸣惊人 在各大晚会现场 总是通过超强演唱实力登上热搜 这次邓紫棋带来了一首孤独歌词走心动人 一开始是开场就惊艳了众人的 超强的爆发力 在歌曲的演唱当中也完美呈现了 气息音准共鸣位置 节奏气场都是专业水准 更惊喜的是这首歌的词曲 他一人包办 对邓紫棋的演唱尝试里感叹 这样的歌手谁能不选呢 不仅唱功让人折服 才华更是让人惊叹 除了实力能打 邓紫棋还成为了节目的气氛担当 他一出场就调皮模仿盖 自称是33岁 最爱听类似五都 可谓是走盖的路了 让周延无路可走 邓紫棋盲选阶段与李文和作 带来了英文的经典歌曲 Can't have free in love 两个人的话学反应太强烈了 演绎唯美浪漫 张弛有度 声音完美融合在一起 排山倒海的高音代入感非常强 给人强烈的视听冲击 不得不说两个人的神仙现场 已经让人完全丧失了语言系统 只能够用完美来形容 更让惊喜的是 两个实力歌者一拍即合 真的太能打了 以两个人的能力的话 似乎是已经提前预定了 年度总决赛的门票 期待他们再一次人渣无胎 对我们的G2的B组的选手 你们觉得谁更惊喜呢 吃瓜不停和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冰凡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优病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